大家好,歡迎來到夜城 昨天出了一條刷錢的影片,現在正式會陸續做Cyberpunk 2077的攻略相關影片 這條影片不是說機車,只不過是開車 說的是螳螂刀 直接說明是哪裏可以免費,完全沒有任何限制地 就可以拿到一把傳說級的螳螂刀 給你做機械武器的改造 螳螂刀的戰鬥展示,使用的講解或要注意的會再講 先看這裏,在V屋旗一直拉來這個圓傳區 之後你就會看到我現在有綠色箭墜在我的位置 旁邊就有一個小野怪打的地方 即是現行攻擊,就是在地圖上一些小任務點 讓你去打罪犯 在這個點裡面就有一個寶箱 寶箱有傳說的螳螂刀 但這個位置,如果這樣看地圖其實有點難上去 因為它是在屋頂的位置 所以我在周邊繞了一圈之後 發覺最簡單就是我現在綠色點這個位置 在對面,即是你選中間的打直的馬路 駕駛到那裏,你就會看到樓梯位 只要我拍了在這個位置去這裏 駕駛到這條大馬路,你就會看到樓梯位 你就直接在這裏上去 是最方便的方法 這裏我快轉,大家一看到路線就可以了 你不用像我一樣,駕駛駛上去 去到這個位置就可以下車了 讓大家看看周邊環境 容易拍攝 然後看到有鐵架 在鐵架上爬上去再爬上去 然後向右邊一望 你就會看到鐵絲網中間有一個位置 預設了給你過去 前方就是那個寶箱的位置 再開個地圖給大家看看具體位置 我相信你接下來的影片應該非常清晰 你一定會找到它 然後極其簡單,你是不需要打怪 你只要在旁邊 小心一點兜過去 然後衝進去中間的車旁邊 你看到有個感探號 這個箱裏面有橙色的就是傳說刀 搶完之後什麼都沒有理 馬上走出去 離開這個位置 你就不會被攻擊 因為這些怪力是非常強勁的 就是這麼簡單 不用錢也沒有任何限制 你就可以做這個 異體的機械武器改造 OK,有不少玩家會好奇 為什麼我拿了刀 我找不到武器 其實所有這些異體機械武器的改造 都是要通過這個神機衣 在身體構造改造才可以使用 而這個神機衣 也是剛才拿到的傳說刀的位置 其實這個本身也有賣傳說的螳螂刀 但是很貴 而且本身賣的 它是需要有街頭的經驗 即是你身份經驗的等級限制 而撿回來這把 不但不用限制這個等級 甚至它是不用錢的 因為你已經收拾了 是你的 所以直接改造就行 但大家不斷地奉勸一下 因為 如果開始很低等級的時候 已經拿了這個 螳螂刀改造 遊戲體驗確實是挺受影響 因為所有的怪都變得非常廢 所以按理自行選擇 最重要是玩得開心 而同時間 當你改造之後 你是不需要做任何裝備設定 它自然就會在你身上 作為第四件武器 如果你是PC版 你按4號鍵 你就可以召喚它出來 非常之型 但認得來 你仔細看是一點點噁心 哈哈 同時如果你有打到其他的刀片 在這個螳螂刀 可以進行一個改裝模組 將它變成有火的 還有一些可能是有電的 等等不同的 攻擊屬性效果的螳螂刀 下面還有一些加強的模組 我還未打到 你打到也可以進行改裝 OK 給大家看一些基本的展示效果 我自己就裝了這個火屬的刀片 它會變成火螳螂刀 令到地人著火非常之好用 雖然這些技能比較低 但我覺得有一點過份強勁 所以大家自己衡量 是否需要去早期拿 還是到遲一點有些遊戲才來玩 但斬這些怪就體驗不到它 所以在後面就打到其他較強的怪 同時就跟大家說一下螳螂刀基礎的使用 以及一些要注意的東西 這裡有一點補充 無論是螳螂刀或者星星臂的機械武器 你可以任意去改造 至於你擁有 技能和術性是每日限制 你可以隨便換隨便使用 但如果沒有收拾到 你要去找神奇爾買 最低的身份的希望等級 是要20級的 OK 最後說一下基礎的使用 如果未入手可以考慮看看 喜不喜歡 他的普攻 如果電腦是LK 他無限地一直斬下去 只要你來來救都會繼續斬 同時你做任何迴避跳躍 你都可以繼續斬 然後長岸就是這個強力攻擊 同時他會有大一點向前衝的效果 最後就是防禦 記得記得 他是擋不到子彈 並不是無敵 防禦的時候 按攻擊鍵 就會向後跳 做一個後仰式的攻擊 如果向前按住 他會跳得比較少 距離 基礎的操作就是這樣 搭上其他的模組 或身體改裝 會有更多操作 我略為熟練了一點 之後錄了戰鬥過程 讓大家看看螳螂刀基礎上 應該有的實力是怎樣 最後我會繼續研究螳螂刀的操作 連其他的模組 或技能配點之後 下次我會做一條進階的螳螂刀使用影片 當然其他武器都會陸續做影片和攻略 OK 我們下次影片見 拜拜 我們下次見